全面加强的黄刀究竟是版本陷阱还是上分神器呢 在上次打野刀全都动刀以后 对抗路就彻底不能出黄刀了 而黄刀又不太适合打野出 那基本上黄刀就没人能出来 这让很多强力套路都玩不出来了 于是新赛季黄刀又被调整了 这次调整一共有五处 首先是基础乳性上的调整 由原来的增加120双抗改为了增加1100最大身份值 在面对真实伤害英雄或者后期双穿都做出来的时候 黄刀要比以前更能扛了 第二处调整是对野怪的伤害调整 由原来的710下调到200 刷野速度要比之前慢好几倍 基本上黄刀就告别打野英雄出了 第三处调整是对兵线的伤害调整 由原来的71上调到80 这两处调整就意味着 黄刀彻底变成了对抗路专属 想要玩边城就必须要带黄刀 第四处调整是被动的叠层数方式 由原来的击杀或者助攻叠层 改为了每30秒叠一层 层数上线也由20层增加到了30层 每层的伤害由原来的5点改为了3点 虽然层数更好跌了 但这么一算后期伤害还低了10点 相当于是增加了稳定性 降低了大顺风的伤害 最后就是移除了前四分钟 无视野区精灵保护效果 对线上兵线也不再降低伤害 这也是黄刀能重新回到对抗路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黄刀这次全面调整 就是为了边城对抗路服务的 那么黄刀这次真的能让边城重新震动起来吗 要是说重新震动起来 那肯定是能办到的 毕竟很多英雄就是靠黄刀才有的强度 但是想要靠着黄刀绝起还是够呛 因为黄刀现在有很多缺点 在挑战以后 黄刀确实拥有了比之前更强的抗压能力 即使前期对线并不顺利 没办法打出优势去入侵野区 也没时间进行游走 黄刀也能靠着不错的属性和赖皮的技能 保证中后期的强度 但同样的 黄刀也失去了扩大优势的能力 现在顺风局出黄刀 即使对线杀穿对面 一直游走帮助队友 也没办法快速跌满层数 在优势局 黄刀的成长性太慢 在对野怪的伤害大幅下降以后 黄刀的反野能力也受到影响 换句话说 如果自身没有硬实力 出黄刀也不能改变强度 其中最不该出黄刀的就是吕布 吕布现在对线区非常的弱 基本上前期就是在抗压 对线打不过任何英雄 而编程玩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反野 线上如果打不过对面的话 根本就没时间去反野 而且吕布的技能对野怪 基本上没啥伤害 再加上黄刀对野怪的伤害也降低了 吕布出黄刀 也就是没有任何反野能力了 最适合出黄刀的应该就是暗信了 由于之前法球流暗信太强了 法球直接被削弱 暗信也慢慢的没有了之前的热度 但是法球流削弱了 不代表暗信就废了 暗信自身拥有快速清兵刷野的能力 前期就算出黄刀 也不会缺少伤害 可以频繁的出入野区 对方英雄也没有什么办法 刷野的能力 暗信的强度一定会再次崛起的 小伙伴们觉得 吕布和暗信谁更适合黄刀呢 欢迎联统论哦 拜拜